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因为去唐复呈教所探汪强 我经常说汪强 大家看看现在 昨天拍文好像挺好 其实背后的阴谋是不明 今天去探汪强 拍文是联初一 大家知道这个旺角是怡戴静明 第一位政治兽难请第一位政治犯 订一个胶樽 告他集典 然后统伴九个月 不准保释 要立刻入室 现在呢 泰博就帮他搞那些上訴 保释的事件 今天我们就去探订 我答应了 就送 不就是 找人带了一本书去看 因为在监狱里面 现在他是正式的 所以 他日常的十月 都已经有一个规定的规定 每天都要做这个 但呢 看书 他也是在监狱里面 当然他一定有一本圣经 但是也有一本《史记》 原来都在刨一本《史记》 那我呢 就答应了 下个礼拜 就找人带六本书来给他 希望他在里面读书 读书最重要的 我们常常鼓励年青人 最重要就是读书 是吧 那麦就脱了线 真的 希望他在这段时间 在监狱里面 可以自己多点思考 看看书 就是这样 那今天我的题目 就是因为我探访他 接着就有一些感受 我题目就叫 医人道义 舍生不育 接着下一句就是 对抗极权 坐穿奴底 当然这个呢 是讲很多 一些开发中国家 或者过去 在中国 很多那些 为了革命抛头奴灑熱血的人 就是他们 去从事这个政治抗争呢 就一定是有这种精神 上一次我记得 劉晓波 拿罗贝尔奖 那一次 就是我们要求释放劉晓波 我在立法会提的 动议辩论 当时我就是用这个 医人道义 舍生不育 这八个字 你形容这个 劉晓波 当然 柏羊 和劉晓波 在抗争的历史里面 就是 抗争的 所谓规模 大家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 他在中国 你在香港 那你就扔个胶瓶 他只不过是发表一些 就是 为当道所不起的言论 坐这么多年监 当然 我们不可以找大陆来比较 但是 劉晓波 他也是有那种精神 依人道义 舍生不育 对抗极权 是要有坐穿奴底的决心 是吧 好像台湾的反抗运动 都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 比如说 早期那些 就是党外反抗运动 他们自己去坐监 是吧 好像黄信介 在美丽岛大审之后 就判坐监 好像他们这些人 他们也不会 因为后来 民进党可以执政了 然后他们企图 去分一杯羹 是吧 亦都不会对那些后起之秀 是吧 即是他们变了政客 他然后感到开摊 在当年 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 是吧 说他们相信的话 是吧 在香港现在这样的政治 形势底下 有多少人 是吧 从事抗争的人 有这种所谓依人道而捨生不渝的精神 有这种所谓对抗极权 坐穿奴底的决心 和准备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几乎是零的 所以我经常说 两个选择 要是抗争到底 而抗争要付出很 慘重的代价 例如像柏洋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订一个胶水樽 要坐九个月监 他是年初一这个所谓旺国鱼蛋革命第一个政治犯 接着还在排队 被控暴动罪那些 在高院审 分分钟就五年七年监 这个政府 在梁振英这个香港茅策 领导底下 道行逆施 他是制造一批又一批政治犯 然后后来执政的人 他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社会有机会出现动乱 当然共产党也好 现在的所谓当政者也好 他们是看穿了你香港人 看穿了你香港人是不够胆的 OK 看穿了你香港人 是很容易用一些所谓民族大意 挑撥你起来 然后去打压那些政治异议者 是吧 你提倡本土运动的 你提倡港独的人 他一定是用一个所谓民族大意的帽子 来骗到头不过气 就是好像梁游事件 大家看到 一方面固然是这两位 年轻人笑不更事 另外一方面 主要就是你有一个缺口给共产党 是吧 是全面剿灭你这个本土派 是吧 那当然是如果你本土派 有那种依人道義 捨生不育 对抗极权 有坐穿奴底的这种决心 喂 共产党 甚至乎港共政权 就没有那么容易 去煽动到群众 是吧 来打压你 然后他自己用他的政治机器 来打压你 甚至用监狱来恐吓你 甚至用监狱来恐吓你 政治检控 政治审判 在可见的将来 会陈出不穷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各位年轻的朋友 你真是 如果你 仍然是相信 对2047 或者对香港前途的愿景 你有你的主张 你认为香港要脱离中国 特别是脱离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干预和统治的话 你就一定要有坐穿奴底的决心 你不敢去坐牢 还有怕坐牢的话 一定没得搞 等于梁游两位 新科立法会议员 他是很想做立法会议员 但他的所作所为 令到他自己有机会 不能做立法会议员 那他想怎样呢 所以我也是很失望的 那天见到有成万人包围立法会议 这些人大部分被人用民族大议 当然有些是收钱去的 中联办是动员去的 但大部分是所谓基于民族大议 因为你们两个人欲华 你们两个人主张港独要脱离中国 分裂祖国 所以他们就去示威抗议 要求褫夺他们两人的议席 但我们的立场就是 即使我们很不喜欢梁游两人也好 但我们要誓死捍卫他做议员的权利 因为是人民选举出来的 但你这些从事抗争的人 除了在立法会扔东西 或者在立法会叫口号 做这些形式上的抗争 你有没有那种依人道义 舍生不渝 坐穿奴底的决心 是没有的 所以我对香港的前途极为悲观 依人道义舍生不渝 对抗极权 坐穿奴底 不是我对白羊的期许 我也不希望他是这样 而是我探望他的时候 我有这种感受 香港这个政治抗争运动 已经被打压到 根本没有办法再翻身抬头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 太多计算 即使他出来抗争也好 他也太多计算 如果这样的话 香港你要对抗共产党 你还有什么武器 有什么筹码 还有什么本事 唯有寄望我们这位 新科的立法会议员 鄭崇泰 他也挺新手的 懂得抢栏 跳栏 今天就是 我跟着鄭崇泰 才可以进来探渡这个白羊 因为做立法会议员 任何时间都可以进来监狱 探访那些囚犯的 无论识与不识都可以 我当时做立法会议员 我最喜欢探监的 你知道吗 我最多探监 因为人们 大家告诉大家 然后就 写一封信出来 我去见旭敏 那我怎么办 我就进来 我探监无数 这次 要求我们 鄭議員 我才可以进来拍羊 他就说 写了封信给程教主 这是我的义务顾问 你知道吗 我又用 鄭崇泰議員 义务顾问的身份 进来 唐覆程教所 探论我很挂念的白羊 OK 因为那天 他判错九个月的时候 我也是在法庭的 真是 悲从中来 四个字可以形容 是吧 一位这么好的年轻人 是吧 就是为了在年初一 是吧 这样做一件这样的事 判九个月监 这次他的上诉 泰博在奔走 我们希望在十一月 如果法院排到期 去听这个所谓保释 的聆讯的时候 希望他就可以放出来 是吧 你有没有话说 没有 OK